晚间九点钟 东村新闻团队前进第一线 因为解放军在今天早上是无预警的宣布围台军演 甚至军演范围首次纳入离岛 东村新闻记者廖伟红 钟家豪目前就在金门 所以马上我们要来请教伟红了 就你现在所观察到 这一次对岸演习的重点是什么呢 跟前两年的军演有什么不一样 伟红 好主播 中国解放军在今天早上七点的时候 正式来宣布要在今明两天 针对台海周遭来进行联合历舰演习 他想必其实大家对这个演习的名称 多少应该是不陌生 因为其实早在2022年 这个时任的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来台 以及2023年4月的时候 前总统蔡英文跟这个麦卡锡会面的时候 其实中国就发动了两波类似的这种围台军演 那这一回的军演跟前两年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其实透过呢 中国公布的这个演习居途就可以发现 他这一回是把台湾的外离岛 澎湖跟金门等地方都纳入了这个演习范围 那其实不少专家就分析认为说呢 其实他们就是在想定这个中共 只要是以武力犯台攻台的这个进犯剧本 其实这一回呢 演练的模式呢 就是前两次没有演习到的 就是以这个外岛来进行联合夺岛的 这个风控突袭作战的一个模式 所以说呢这一回的演习剧本其实主轴想定 就是以这个外离岛来进一步夺取这个台湾台北的这个首都 那其实呢也有专家认为说呢 其实这一回的演习其实是实质上是政治动作比较大 怎么说呢 其实就是来呼应来反制说这个总统赖金德在520的就职演说 这个反台独的分裂势力 其实多少呢是来表达出中国的这个不满跟抗议的声音 先把时间换给主播 好 这像伟红所讲的 这次已经是第三次的围台军演代号叫联合力舰2024A 所以为什么有这个A呢 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当然我国国防部今天下午也发表了回应 所以伟红就你在金门现场的观察 金防部有哪些因应作为呢 伟红 好 那从这个演习的名称呢 它这一回叫做联合力舰操演A 那大家都会非常好奇啊 你后续是不是还会有好几波 包含像是B跟C跟D等等的动作 都会接二连三的来对台湾出击呢 那对此呢我们的国防部态度到底是什么 其实国防部的态度就表示 他们是备战不求战 硬战不避战严正以待 而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其实国防部也开设了这个紧急的应变中心 来随时紧听台海周遭的动态 那我们前进的金门最前线的观察 也可以发现到 其实在金门这边呢 其实整个情势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的紧张的 我们是不是在现场呢 都还可以靠近海岸周边的地区 都可以听到这不少的轰鸣声响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演习间的火炮或什么射击呢 还有待查证 那其实呢今天呢 金防部也表示 他们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就在这个金门周遭有实行这个 类型性的泰武操演 泰武操演呢 其实是金防部由台湾的外里岛 都会来进行的一个火炮射击的演习 因为毕竟呢 台湾的金门位处最前线 跟中国福建沿海的距离 可以说都是非常的近 所以说呢 金防部这边呢 他们也表示说 他们的态度就是仅遵这个国防部的表示 就是呢 以这个平时的战备来进行任务 也严正周边的情势 就是为了不要挑起这个紧张对立 让这个情势来持续恶化下去 那其实呢 中国这样的行动呢 对此大家也非常好奇说 到底目的是什么 外界有认为说 是不是要拿台湾来作为一个跳板 来进行跟美国来叫板呢 因为呢 美国即将在这个六七月也会来进行 这个联合民主各国来进行海上最大型的 这个环太平洋军演 但是大家都知道呢 中国从其中一年开始就没有被受邀 所以外界也非常好奇说呢 其实是不是要透过这个在联合的演习 在台湾周边进行太平洋的这个演习呢 进一步的呢 其实是要来跟美国来相互校正 这个还有待后续来观察 以上最新换给主播 好 东森新闻记者廖伟宏 钟家豪 是来自金门的第一线报道 那么接下来也会我们带来更多的观察 然而这次呢 在赖清德总统就职后的第四天 大陆解放军的东部战区立刻宣布 在今天明天两天进行军事演习 代号叫做联合力舰2024A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这次其实更接近 我们台湾本岛之外 而且还把我们的外岛 包括了乌丘和东影全部都纳入了 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叫它围台军演呢 也就是呢 是封锁台湾的北东南 为什么是北东南 北边就是要为了压迫在台北市的总统府 也是赖政府 那么东部呢 要截断美国的军援 而且阻断任何的外援 而南部呢 则是认为是台独的大本营 因此也是攻击目标 解放军在赖青的总统就职后四天 发动所谓的联合力舰演习 东部战区的战力倾巢而出 从陆方释出的画面 就连苏凯三十都挂弹起飞 解放军这次展现的力道更胜于2022年 黑洛西访台时的围台军演 这次共有五大区块和四个小范围 对比2022年 新增了西北和东南方的巴士海峡范围 都是贴近台二十四海里临街区 对台更压迫 其中西北方的马祖东营岛 还有金门的乌秋雨 则是派出福建海景演练 路线都经过精密演算 而央视更展开同步直播 记者甚至宣称已经逼近台湾北部 现在是5月23日上午8点 我正跟随东部战区海军一阳舰编队 在台岛北部附近海域 执行战备警巡任务 在我身后就是号称台岛北部门户的彭嘉宇 而这次解放军的大动作 目的是威吓台独势力 除了压制国军的军力 更要截断台湾的对外联系 从军事到经济全面封锁 台湾经济是外向型的 它的能源消费大部分都依赖进口 因此一旦它被围困封锁 就很容易导致经济崩溃 变成一个死岛 而我方国防部则痛斥对岸挑衅 呼吁国人提防大陆发动的任职作战 加强联合的勤奸征 提升各级应变的指挥管制层级 以掌握当前的状况 这次军演 共军取名联合力舰2024A 暗示解放军 还有BCD等后续动作 加上经济外交抵制的手段 随时可能派上用场 也是民进党政府必须全力因应的严峻挑战 东西新闻大陆中心综合报道 中国这次的军演 他们到底多认真对待呢 来看到这次不但是动员了海陆空 及火箭军的四大军种 甚至出动了包括 殿20 殿16 而且还有东风导弹 甚至还有52D型的飞弹驱逐舰 以及综合登陆舰 还有远香火 而且这次为了威吓台湾 还特别用这个繁体字来制作海报 但问题是这个海报标语却不太严肃 既然把东风行人叫做使命必达的快递 还把这个殿20自己降格叫做踹门神器 这就是解放军每次军演 都会搬出的鸭香宝火箭军 东部战区发动力舰2024A演习 看来早有准备 东风导弹就是东风快递来形容 还搭配标语使命必达 亮大管宝用来说的是 进行宝核攻击的箱形火箭 空军则有踹门神器歼20 跟炸弹卡车歼16战机 而且全都用繁体字书写 对台意味明显 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登陆猛将负责跨海输送的 071型登陆舰 通过两侧的操门呢 两栖战车步兵战车 主战坦克就可以驶入这个空间 071型登陆舰出现在武器宣传上 暗示解放军有能力展开登陆作战 这艘登陆舰可以搭载 四艘气电艇两辆战车 甲板上还可以起降两架直升机 不过看在专家眼里 想要直接取台湾本岛 并没有那么容易 中共要登陆的话 要突破好几个防线 鱼叉暗示飞弹 射程都要在150到200左右 所以共军可能还没出门口 就被我们飞弹给挡住了 解放军这次操演联合打击 在北部希望能震慑台湾震惊中心 在南部希望可以恫吓台独大本营 战舰部署花莲外海 是想截断台湾的能源供应 杜绝每日援助 但落实在现实环境里 未必能轻易得手 台湾基本上是有多重的配置 并不是说我们的能源只集中在南部 从这个分析就可以知道 他们的说法是一个心理上的恫吓 东部战区除了大秀肌肉 也不忘讲冷笑话在军演展开前夕 在微博突然发了一句 熊孩子要经历什么才完整 自以为幽默 不过台湾民众却未必笑得出来 东森新闻大物中心综合报道